早上 Alright garis 歡迎回來報告頻道 這是一期購物分享的合集 就說是購物分享 但是我本人在 O 21這個活動期間 沒有買太多的東西 几乎说没有买什么东西吧 这是我在找一些之前买的东西 但一直没空分享 所以就囤囤囤到今天 就一起来当做一个合集分享一下 那话不多说我们直接开始吧 东西比较多 首先就是你们等了很久 讲教我讲的这双SALOMAN的 XT6FT 黄松木 就这么拿在手里看 它这个颜值 我不知道你会给大家几分 我是非常喜欢这一次的改动的 XT6我已经讲过很多很多双了 针对于这一双呢 我只讲它改动的部分 与之前所有XT6相同的部分 那我就略过不提了 如果有朋友不了解XT6状鞋 或者是上我们这品牌的话呢 可以翻我过往的视频看好吧 随便翻几期都可以 正好我早两天也收到了一双 他们最近新发的一款配色 是叫做长安木色 西安主题的这个活动发的 我觉得这颜色还不错 所以今天也特意挑了一些 跟这套鞋颜色比较称的单品 搭配一下 这样看很明显了吧 这两双鞋的差别 首先可以跟大家说的 就是这两双鞋的鞋底 从外底到中底 到鞋型是完全一样的 好吧 所以鞋底的部分 我们挑过不讲了 改动的部分主要是鞋身的形状 以及鞋帮鞋身表面材质的一些配备吧 鞋头包就有区别 我们一个个来看 我们首先从结构上看 对了 我先问了他们官方账号 FT stand for Future Tech 我本来会以为是更加高深的什么代号 结果就是未来科技 就这么简单 FT这双鞋 从我买到手到现在 看到影片的这个时间呢 好像目前也是只有三个配色 其中一个就是黄手幕 另外两个我会贴在这里 都挺好看的 只是这个是我个人最喜欢的 也是因为我在买这双鞋之前呢 没有任何一双XT6是深色的 全部都比较浅色 所以我就想特意调一双深色的鞋来 OK 这两双鞋的尺码是一样的 可以看到鞋帮的位置呢 XT6FT比普通的XT6要高了不少 从后视角可以看到 腾脱脚后跟的形状发生了改变 从普通XT6的这种内凹 变成了FT的这种中间凸起的形状 早前有一期视频 我记得我提起过 就我个人比较喜欢的鞋型之一的设计元素 就是鞋帮位置呢 稍微做的高一点 弧度大一点 深一点比较好看 就是像FT这样子 鞋舌被拉长很多 同时鞋后跟的位置也被提高了 所以整双鞋的脚踝位置 这个弧线变得特别好看 尤其是上脚之后的画面 这双鞋我穿去 然后回来还没刷 可能有点脏 抱歉 普通XT6的鞋舌就是这种非常短的 就算把它用力提呢 也只是比脚踝高一点点而已 那整体的形状 还是差不多能契合到一起去 当然啦 里面这个细带的小口袋 还是保留下来了 鞋舌提高之后呢 整个鞋身的这个细带系统也有改变 普通SenseFit是在最外面 这三个锯齿状的 EndoFit鞋舌是单独一层缝在里面 FT这一款呢 把SenseFit跟EndoFit做成同一层了 就是鞋舌自己EndoFit的压胶 就是SenseFit的表面 这个表述很奇怪 反正总就是他们两个二合一合在一起了 那原来表层呢 就变成了现在这个网纱材质 抽近点看可以看到 它是这种比较结实的网纱 还有点刮手的感觉 也是尼龙的 不过它还是蛮结实抗失裂的 然后有朋友会觉得说 变成网纱是不是透气性好了 通过实际穿着体验发现 差不太多 没有什么大的改变 就是鞋身材质和结构的改变呢 对透气性的影响微乎其微 这个可以略过 不过它这个改动 我是挺喜欢的 我很掰的 就是看起来呢 它会更加偏向时尚先锋的这种造型和设计感 比起普通XT6来讲 XT6呢 看起来就是一双非常高性能的运动鞋 然后这双呢 就看起来更加适合出街穿搭 当做一个非常好的单品来去融合在比较夸张的穿搭里面吧 这双鞋除了黑色主色调之外 就是这个非常亮眼的这种有点 碧绿松绿色的这种感觉 然后鞋底是一种暗暗的卡其色 我觉得很漂亮 配上这一个亮黑色的ACS的系统 然后装上鞋呢 很吸睛 还有一个比较大改动的地方就是 鞋头压胶的形状也发生改变了 从原来XT6的这一个拇指位置稍稍内凹的这种压胶 变成了这种有点兔崖设计 然后整个压胶形状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圆弧形 没有说在拇指位置有个内凹 不过这个对性能的影响不大 主要是视觉上的感受 看起来会更加的有秩序一点点 当然它整体挡泥板的形状几乎是没有什么改变的 OK那么这基本就是几样XT6FT 相比于普通XT6来讲 比较大改动的地方啊 脚感呢基本也是一样的 不会有任何的不适 可能鞋舌与鞋后跟稍微提高了一点 让你觉得走路的时候会 它的存在感会更明显 但是对你的穿着体验没有任何影响 如果你的脚适应这个鞋型 你觉得它好穿的话 FT也是一样好穿 一样的感觉 还有一个比较小的细节改动 就是说这个鞋头 鞋舌包胶的位置多了一个logo这种 不像普通XT6就这种非常直接的像热书馆一样 感觉比较的 一切为了性能考虑去做轻量化 这个还是比较看样子的 OK比较注重颜值 比较注重它的整个视觉效果的表现 OK那关于XT6FT装鞋 就先讲这么多 主要提几个不同的部分 当然我知道我没有讲的很全 我本来打算想说单独分享一期的 不过确实最近东西收到太多了 然后实在做不过来 就先讲一下不同吧 这双鞋其实我早前也已经分享过穿搭 和上绳的效果了 如果你还没有看过的话 我给你翻一下 我后面再会贴一些 如果你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 你可以弹幕或者留言 我们再做详细的探讨 OK那我们讲下一个单品 OK我就拿过来 另外一个要讲的是一件马甲 是来自CMF CONFY OUTDOOR的这一个 叫OVERLAYED BEST 这马甲的我购买的历程也是有点神奇啊 先说一下这马甲的背景 它是CMF这个牌子跟IC这个杂质 线上杂质合作出的一个款式 但是他们当时一共除了三个颜色 我现在手里有两个 一个是灰色一个是纯黑 他们另外还有一个土黄色 但土黄色那个我个人就觉得太户外 虽然土黄色那个背面是藏蓝感觉挺好看的 但实在这个颜色我觉得我日常能穿的环境不多 所以我就没有入 也是我三个颜色里面排第三个颜色吧 我购买欲望第一还是灰色 我当时看到他们穿这个马甲的图片 我觉得灰色我一定要入到 我手在电脑前呢 我忘记时差的关系 结果是晚了一个小时 这也怪我自己我忘记了 本来官网都受庆了 然后我去刷新一支刷新一支刷新 突然发现S有一个库存还在 那我就先拍S再说吧 我就想S可能也能穿 因为我看它的这个马术尺码推荐 好像刚刚好 只是我也不确定它的版型究竟怎么样 因为我确实没有实物可以试 我是用那个代购的插件买的 他们帮我去下单之后帮我寄回来 实际上到手的价格算上税算上运费什么的 就在他们日本的官网买还挺高的 买到手回来差不多要2200左右 不是很划算 不过当时也是买了 其实我还是心里有不甘 因为我最想要是灰色 没有很想要黑色 然后我就还是在找 后来我才知道 灰色是IC那方面的专属配色 是非常限定的 他们仅限几个有合作伙伴关系的这个店铺去发售 结果我就在Anonymous看到了 正好还有最后一件也是S码 那行吧我就先买了 实际上购买完发现 在Anonymous买 比在日本官网买还要便宜 到手价还要便宜大概一两百左右吧 那我就觉得好像蛮像的 OK那就过程不表了 反正我等了大概一个多月才拿到手这两件 灰色这件呢 我是已经去南湾的时候穿了一下 首先还是说它优点吧 CMF这个牌子呢 可能也算是Urban Outdoor方面 玩的比较溜的一个品牌吧 先不说他们的品质 或者说实用性啊 但说他们设计的这个idea呢 有好几个款式我觉得都还脑洞开得不错 然后设计出来的效果也挺好看的 这马甲正面就是这种overlay的设计 就多了一层 就做了好像内外两层层次感吧 然后背后就是这种格纹尼龙 蛮透气的 后面还有两个大口袋 它整体的结构就比较简单 胸口一个独立的口袋 然后下摆是左边有两个扭扣开合的口袋 侧面有一个揣手的大口袋 右边也是一样 有个揣手大口袋 然后有一个独立的拿链口袋 总共就这样子 我想吐槽的一点就是 它的领口设计有点太小了 不过可能这个也跟我买到尺码有关 其实S码穿上身 我是合身刚刚好的 但是我里面不能穿太厚的衣服 像我现在身上这种比较肥的位移 就不太合适了 如果是一件薄T恤 或者是薄的那种长袖打底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马术的话 我推荐大家稍微往大一码去买 毕竟怎么说还是日本品牌吧 就马术一般做的比较小一点 实用性我觉得是OK啦 城市日常休闲穿搭 或者是偶尔露营钓鱼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你真的是户外徒步什么的 就不太合适了 灰色那一件的货号我忘了 黑色这件的货号在这里 感兴趣的可以自己骂一下 我付费给它这个设计的idea 我觉得是OK的 它的设计是好看的 但是实际拿到手 它的材质跟做工 我觉得真的就不值这个价钱 我不是说它有瑕疵 都是正常的出品 只是品质感就国内小品牌的水准吧 材质很普通 非常普通一点亮点都没有 然后做工呢也是说不上优异 只能说是缝好了不会掉 就这样 走线呢也没有说很工整 整体辅料的质感啊什么的 都很普通 就穿上身呢品质感一般 可能拍照出来的效果是好看的 但实际上你穿的身子 你并不觉得它是一件价值高的 然后非常实用好用的一件单品 我们还是从完整的包装来看一下 马到手它就会给一个这样的 ZMF的袋子 然后包管单什么的 黑色这一件就是纯黑 前后都是黑色 就没有很特别 不过黑色我觉得它搭配城市技能这种穿达是好看的 然后灰色这一个它就是表面有点暖暖的偏土色的灰 然后背后的网格这种纯纯的灰色 不知道你们到时候在画面上看什么样 然后这个其实已经穿过了 然后黑色这一个我是早两天才收到 就还没有来及上身 如果你们喜欢这个品牌的话 可以考虑看有什么渠道可以原价购入 吵架真的不建议 完全不建议不推荐加任何价格去买 然后我也留意到好像部分款式有人在做假货 我不确定啊 这个大家自己买的时候还是要明辨一下 那么关于马甲上身效果呢 我到时候也会贴图片在画面上 大家可以自己去评判一下 我觉得好看还是好看的 那这就是这一件CMF的Overlay Vest OK那么讲完了一些轻薄的款式呢 我们来讲讲东装啊 这来自加拿大的算是比较顶级的外套品牌就是Makash 希望我的发音念对了吧 Makash 这个99年创立的牌子呢 在创立之初决定了走奢华外观 坚固实用功能的品牌设定 他们追求就是在温度跟风度这两者之间把握住一个最佳的平衡点 所以呢他们家的东西还是算比较好兼顾时尚感跟功能性的吧 就我拿到手的几个单品来看 首先这件白色的半拉链套头衫 这款式名字叫Brendel 还有一个跟它同系列的叫做River的超大的羽绒围巾 他们两个同属一个叫做解压云朵系列 从这个羽绒围巾上确实也能体现到这个系列的特点 就是像云一样把你包裹起来 然后有种解压的感觉 真的很治愈很舒服 不管现在衣服还是在围巾 拿到手第一的触感就是柔软清肤 就整个人好像越来越往下沉会包裹起来的感觉 设计上也挺细致的 首先这衣服呢所有拉链都是金属的 包括下摆这个小扣子也是金属的 然后上面定制的这个有他们的logo 然后整件衣服呢垂坠感很好 它跟皮肤接触的位置都是做了很细腻的处理 正面胸口一个直隆的logo 袖口还有一个他们招牌的这个图案 这件衣服呢就比较简单一点 喜不喜欢这种半拉链的款式看你个人了 但就这衣服自己来讲我觉得它做的还是不错的 搭配这个围巾呢在视觉造型上确实比较抓眼球 不过这个围巾围上身的第一感受 不是说想出门熬造型 而是很想窝在沙发上当个土豆 就真的是会让你觉得很放松就很解压 不过在广东用呢现在还稍微有点热 所以这围巾还给了个袋子挺好看的 那还有一件更保暖一点的单品 相对于我这个广东人来讲 可能北方的朋友会更加用得上一点 尤其现在天气变化比较频繁的季节 就这件叫做Dixon的羽绒夹克 这件夹克呢它确实不只是只有外观看起来 这么厚重这么硬朗 实际的品质也是绝对能应付 绝大多数在城市中比较恶劣的天气条件 拿上手第一感觉确实就是很有质感 它算是有点像冰巾夹克的造型 比较的短款收腰 然后是那种我这样显得身材特别好 特别魁梧 不会像传统羽绒那种一节节 像米其林人的感觉 线条比较利落 同时它整个兜帽全都是这个皮草 整个效果就很适合风雪的感觉 上层效果在画面上 不知道你们会给它打几分 先不说到外观 单看功能性 就这个保暖的效果 它家专门有个纳米的羽绒科技 可以在高度保暖同时做到足够的轻便 就蓬松度比较好了 轻轻松松就有800以上 零下二十几度基本是没问题的 并且它所有的外壳 就是表层的面料 都是防风防雨的 应对风雪肯定是不在话下 而且我喜欢它一点就是所有的口袋内秤 都带了植容的这个面料 就是你把手塞进口袋里很快就暖了 不会像那些光滑尼龙料 就是手一塞进去是冰凉的感觉 而且它的前巾是双层拉链的 就是有一个像机车夹克一样挡风板的设计 拉完一层还有一层 这个就是保暖的同时呢 功能性包括它外观也好看 而且它拉链还有一整条的这种皮条 带扭扣的这个设计 拉的时候也比较顺畅一点 外观看起来的视觉效果也很棒 而同时呢 它的这一个双层的门巾还是可拆卸的 就是门巾连这个都帽一起算是一体的可以拆下来 不过我个人觉得它的这件衣服设计感 就是应该连着帽子才好看 所以我就没有拆了 其实本来作为广东人来讲呢 我在冬季能穿上羽绒单品的时间就很少 一年可能能穿上两周我就很开心了吧 所以一直以来也不会去寻找或者翻看太多羽绒单品 就跟我关系不是很大 我自己印象中能扛得住这种零下二十几度很大风 就是打横吹那种大风大雪的这种羽绒呢 好像款式基本上都类似军大衣那种 Macash这件羽绒确实也是刷新了我脑海里 对于一个非常硬核的羽绒单品的这种刻板印象吧 确实好像同价位有相同保暖性的单品 又不一定有它这么好看 如果设计上够好看能过过招稍微打一打的单品呢 保暖性可能真的不够它打 所以这件确实还挺重厂的 好可以那么接下来的产品呢就不是服装类的了 而是一个数码产品 是一台显示器来自卓威的XL2746K 其实这台显示器的契机呢也很神奇啊 之前去朋友家找他玩 在家打击用这台显示器觉得还挺过瘾的 然后我再想起来好像我自己一台高刷的设备都没有 不管是手机平板电脑电视 哎我就想那不如入一台试试看好了 这显示器是27寸的 可能很多玩电竞的朋友们会对左卫这个牌子比较了解啊 CSGO啊 PUBG这些 他们官方又都是用左卫显示器的 高刷新率我觉得对于FPS类的游戏呢也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算是必须的属性吧 虽然我不玩电竞很多年啦 不过我还略有耳闻有听说 很多职业选手都把25寸当作是电竞显示器的一个黄金尺寸 我若是7我觉得因为我自己玩FPS时间不多 然后主要还是可能剪剪片 然后在主机上玩一下 虽说这台显示器高刷 它最高支持到240啊 但是我自己的设备呢 好像目前能去到最高也就是120也很好了 也比我之前那些最高只有60的看起来玩起来都要舒服很多 因为我自己平时也是用MacBook嘛 我没有用PC 所以都没有那些专业的电竞游戏啊 我都是玩一些主机平台的游戏 都在PS4上面玩一些RPG ARPG这类型的游戏比较多一点 然后偶尔可能有些休闲类的小游戏 当然具体不同的每款游戏对应的不同的刷新率都不太一样 那我这里的演示画面呢也仅代表一部分的实用场景啦 肯定没有发挥出在显示器的全部威力啦 不过我个人最喜欢的反而不是它的高刷 而是它的这个Black Equalizer叫做暗部场景平衡的功能吧 就是它在不提亮整个显示器的亮度的情况下呢 单纯只把暗部场景的亮度给提高 但是不会让画面显得灰 我觉得这个就很厉害 除了方便你看暗部场景的 比如说一些小动作 可能有隐藏敌人或者是隐藏的一些宝藏之外啊 整个画面看起来也会对比没那么大 但同时又保留色彩锐度 整个看起来很舒服的 而且就算没有在打击的时候啊 它对应色彩的调整的这个范围和选项也非常多 挺细腻的 哪怕我要做一些比较没那么硬核的调色工作 我觉得这台显示器是可以胜任的 毕竟它也算是名机出品嘛 能大概对应回MacBook自己的显示效果啊 当然不可能百分百一样 还是说回玩游戏这一个使用场景 我之前是在电视上玩的 用这台显示器再调整过我自己觉得舒服的效果呢 感觉再玩回之前在电视上玩的场景 好像重新进入了一次游戏世界的感觉就很夸张 我用这个真的显示效果 而且我觉得它方便就是说它有那个S-Switch的那个小模块连接出来 我就不用在显示器后面总是摸来摸去去忙操作那一个切换的效果 而且它可以自定义保存几个不同的模式 我觉得这就很方便 简视频修图是一个模式 然后玩游戏又是另一个模式 看电影又是一个模式这样子 看电影的那个高刷可以去到60或120的时候还挺过瘾的 我市面常见的屏幕可能是IPS啊 VA TN这三个不同类型的面板吧 这台卓威德它属于是TN屏我觉得还挺舒服的 算是这三类屏里面响应速度比较快的那个 我从普通屏幕切换到这个屏幕上呢 我把它刷新率什么都调高了之后 我也不会出现头晕啊不适应啊都没有 就很快就适应它这种高刷了 然后它更多贴心那些小设计 比如说这种刻条范围特别大的支架 然后后面还有个小的耳机架 然后支架的这个高度还带一个刻度这种 我觉得都会挺贴心的 然后整体做工都还挺厚实 虽然说它不是那种特别适合多联屏的 因为它边框稍微有一点点厚 但就单独一块屏幕来讲 我觉得日常用是很舒服的 不管是娱乐还是工作 我还都挺喜欢的 OK那么来到最后一个呢 是饮食类的 或者说是厨具类的吧 之前我有推荐过我特别喜欢喝那个茶胆 好像挺多人都喜欢的 如果不知道的朋友的话你可以回去翻一翻 这次比较有意思的是一个炉子 它是个焖烤炉 因为我自己家呢很多年没有用煤气了 全都是用电磁炉的 但是有时候想吃点烧烤什么的就不太方便嘛 所以就买了一个焖烤炉 我觉得偶尔过一下这种土豪BBQ的生活 还是挺过瘾的 OK那么关于这个炉子 以它使用场景呢 我们直接去到户外看看好了 res个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不知道你会给这个炉子的外观打几分 不过它用起来确实挺好用的 然后现在盖子盖上了 稍微焖烤一段时间 火现在是最小的 然后里面的温度 看它温度计显示有165 这样子好像有个内循环 而且你看到后面还有一排除气孔 就是也不会太过火 温度还在省 我打开看一下 可以了熟得很快 翻一下 不该吃几酒 还可以还可以还可以 没有很过火 我觉得这个原被应该可以了 再烧就不行了 变炭了 拿出来 这个炉子我觉得不管是家用 或者是带出来也应该是什么的 搞个小party 还都挺好用的 因为它接的是国标没吸管的接口 就还算灵活了吧 整体材质都是那种 比较好的涂层钢 然后这个烤盘是两个不同的形状 一个是平板 然后一个是有纹路的 全都是铸铁的 所以用下来我觉得热的还算比较快 就只要铸铁本身烤盘热了之后 什么植物放上去热的很快 但是它本身从冷到热 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而且我觉得铸铁烤盘的好处就是 它温度受热比较均匀 像我刚刚热咖啡 整个壶放上去 比我在家用卡式炉直接直火加热 出来的萃取的效果要好很多 同时它底部还有个机油装置 哪怕你弄脏了 水啊油啊汁什么的 流下去也不用太担心 还算比较好打理的 然后它有个焖烤的盖子的话 除了可以说 焖着的时候可以看温度 食物整体的品质 还有营养价值也可以得到 比较好的保留板 就对于我这种想吃烧烤 但是家里又不具备这种条件的人来讲 我觉得接煤气的这种 焖烤炉还是可以备一个的 所以不知道是不是后来你的生活 反正我觉得还不错 各位介绍一下食材啊 两个番薯是来自新疆的冰糖薯 应该是 然后这原被粉丝是买回来是这样的 他们已经set好了 然后自己加点调料就行了 牛肉是肩膀的部位 叫做奶奶我忘了 上面这一个香料是小茴香 然后红色这个是搭西红胡椒 我觉得这个配色就很圣诞 提前Christmas 然后配一点卤笋跟这个菇 主要是用来吸油 这个肉本身自己才出蛮多油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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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噢- OK 那么这大概就是这一期影片的所有内容啦 希望里面有一些你喜欢的款式或者说单品吧 如果有帮到你的话就再好不过了 希望你给我一键上面 如果你有没有关注我记得点一下订阅啦 那我是Rawm下再见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